前不久来自湖南湘潭科技大学的四名大学生在江西平乡武宫山游玩的时候选择了走小道登山 结果呢途中因为天气原因迷失在了大山之中 平乡卢西消防大队接到被困人员电话后 立即组织人员触动一辆消防指挥车紧急奔赴现场进行搜救 由于天空下起了小雨救援路上雾气笼罩 为了节省救援时间 消防官兵在初步了解被困人员情况之后 请当地熟悉地形路况的村民一同上山协助搜救行动 经过了18个小时的不间断寻找 这迷路的四位大学生终于被救援人员找到 此时大家都已经是全身湿透 经过简单的补充体能和休息后 被困大学生终于平安返回